软蒙反射 无常朱一龙 想问题想到被电动门家网友 行走的龙猫 很多网友因为震魂认识了朱一龙 很多网友却是从情定三生 甚至更早一路陪着居老师走过来的 但不论是哪个角色 朱一龙都有通过自己努力去好好塑造这个角色 所以好的事物永远不怕完 虽然在三十岁这年 朱一龙才被千万网友发现他的优秀 但这反而是件好事 朱一龙用十年的时间去磨练自己的演技 在最好的时候被更多的人发现了他的美好 因为这么多年走来其实也习惯了很多 也不会因为突然大红就心服气道 演技也已经很成熟 以后只会在大家的注视下走得更好更远 今天在网上突然看到了前段时间一位网友自述的 关于朱一龙采访之后的一件小事情 细细看完瞬间觉得很暖 朱老师好呆萌 完全毫无攻击力 所以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希望更多喜欢他的人都能看到 这位网友的自述的原话是这么说道 看到朱老师说他回答问题很慢 想起来有一次我问朱老师 最喜欢自己演的哪个角色 朱老师正好走到门口 就停下来想 很认真的想 很用心的想 想着想 然后他就被电动门给加了 加 小黑赶紧用手帮他挡住了电动门 朱老师就还站在原地想 想着想 电动门就在小黑手里不甘心的跃跃欲试 都想再加一次 然后小黑很无奈的跟哥哥说 你要么进来要么出去想吧 不要站在门口了 我们朱老师这才终于走出了电动门的攻击范围 继续想 认真的想 想想 然后我只好说 更喜欢BB还是小雪 然后朱老师用很连铁很温柔的声音说 小雪现在想想 还是我问的太刁关了吧 毕竟人家每个角色 都是非常用心 非常投入的演的 手心手背都是肉 怎么能问人家最喜欢哪个呢 就是很难取舍 不过能听朱老师亲口叫一声小雪 真是太幸福了 之后也说道 我理解朱老师为什么喜欢小雪 因为这个角色内耗太大了 以及我们朱老师就是想问题 想到被门家都不敷衍的 不 其实就是朱一龙突然被问到最喜欢自己演的哪个角色 但是他想问题太认真了 又刚好站在电动门那里 所以被加了两次 但是因为这个问题 可能真的对他来说太难了 所以被加之后依然还不放弃 还要认真想出答案 真的非常真诚 耿直又呆猛暖心 在看到朱老师这段经历后 有网友这样评论 行走的龙猫朱老师 他真的是会仔细想好反射胡太长才给出答案的 日常状态软猛反射胡长的朱老师 想问题想到被电动门家 被门家了还不知道躲 会腼腆的把腹红血叫成小雪的朱老师 遇到大事当机立断 有魄力有担当 是我今晚最惊喜的事 我已经完全挠出那个画面了 朱老师真的蒙到深处自然呆了 看过朱一龙饰演的附红血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角色有多优秀 不对 应该说是被朱一龙塑造的优秀 为了塑造这个角色 感觉那段时间朱一龙已经把自己变成了腹红血 余小雪融为了一体 朱一龙就是给人很认真很努力的感觉 虽然很多人都说他演技很棒 但他一直认为自己还不够好 还需要更努力 朱一龙塑造的优秀